其中有個客人還很恐怖 就是他買了一間屋 本來是想找我們幫他找一些東西 你猜他說的經歷給我聽是怎樣 他已經下訂了 買的 他買的 怎樣呢當時 就是他帶兒子上去看單位 自己和老婆和嬰兒上去看單位 小朋友很靈驗 那個嬰兒聽聞是兩三歲 去到門樓就不肯進去 小朋友真的很靈驗 不肯進去 那好吧哭得很厲害 爸爸又生氣 每次來每次都不這樣 深日叫工人帶回去去公園玩 他不肯進去 有一次又上去 又是這樣扭手 進去 這次真的帶了他進去 進去後立刻說房間有個 不知是姐姐還是哥哥在這裡 很害怕 蠍絲底哭得很恐怖 抱著爸爸 然後不到兩夫妻就不相信了 你明白嗎 小朋友兩三歲就不會撒謊 剛才懂得一點說話 立刻告訴他 他跟著來跟我說 師傅不要了 我們也免得跟 我賣了 始終有個心理陰影在那裡 不是不相信師傅沒有能力 而是 不想 很認住 你明白嗎 沒錯 有些個案又如何 就是真的買了 即是不能走棧 有些善信又如何 就是找我們幫忙清 有一次進入房間 他說真的多可憐 他住在那裡 住在那裡才發現 有靈體出現 你也沒辦法 我進去後已經看到了 看到他出現 即是飄過 你明白嗎 你在那裡也飄過嗎 是的 我進去而已 他存在在那裡 我未施任何法 他沒辦法 進去經過 其實他純粹叫我們 幫他看看風水 我們進去看 我很坦白的 我一個人很直的 我捉了他一邊 我說不要 我說阿珊 你這裡有那些東西 你想怎樣處理 沒有辦法 師傅我也是要住的 我們後來都是用正常的方法 說他在神壇跟他做些事 都是一集的日子在現場 跟他清 為何我們 其實不是說 一定要即時去做 其實我是每一次 都問了祖師爺 當然有時 你身為壇主 你自己可以持有主意 但我盡量想問一下 那個靈體在他的屋裡 他是因為什麼角色 我是會問這些問題 如果都是虛空過往的東西 或者是在他們未進來之前 已經是住的 我就可以幫他們 很順利地清走 如果是跟他們的前身靈 我們俗稱有些叫前身靈 有些是水子靈 誰是水子靈 水子靈就是很多婦女 有時一個不小心 有了小朋友 但就撿走了 即是嬰靈 嬰靈 那些就要棄手 那些真的要做足功夫 你才用佛法去請他們走 有些恐怖到怎樣 就跟我們說 半夜 兩夫妻有兩個小朋友 兩夫妻同一時間 他們就半虛染 因為兩個小朋友都是幾歲大 睡在另一間房間上下隔 一起聽到有個小朋友叫 即是半夜 媽媽 那位先生就跟我們說 他就半開了 當時看到 他的先生就躺在裡面 太太躺在外面 那位先生就向窗 一聽到小朋友叫 他就轉著頭去看一看 是否正常 因為幾歲大 那些小朋友在隔離房 他就隱約見到一個 跟他們的小朋友那麼高那麼大 矮小小的 開了門 還看到外面有燈光 因為當時他不關走廊燈 因為方便有時照顧隔離的兩個小朋友 兩夫妻都聽到媽媽 證實了 那真的媽媽就馬上走出去了 兩個人睡了 門開了 你不明白我上課 兩個小朋友都睡了腳 就是說他們當時 其實不關他們兩夫妻的事 因為當時那位太太 我想你也知道什麼叫宮外印 這樣流失了 當時再用佛法幫他處理 然後沒有了 然後就沒事了 那段時間他們兩夫妻是黑黑的 萬事不如意 真的不道理不信 因為英靈這件事 對父母的影響很大 很大的 因為他們的怨氣含著不能夠出生的怨氣 尤其是你真的刻意不要他 你跟殺人沒有分別 對不起 但是他宮外印也不想 沒錯 這個案子就沒有那麼厲害 你明白嗎 但也會影響 我現在想告訴大家 也會影響到他爸爸媽媽的運程 那你何況是真的有些是自己真的出手去做 叫醫生 那你和他去了結一個生命 在我們佛教來說是沒有分別的 你也是了結了一個生命 你也是要患 他永遠都是跟著你 而且是去索償的 這樣 所以一定要解的 這些不能不解的 如果不是真的跟你多小 對 知道了之後一定要解 無法談 就是用佛法慢慢跟他解 但是對他當時的子女有沒有影響 身體會不會很差 因為有小器 如果那個案子算是沒有 但是他們兩夫妻的運程是差的 即是那幾年是差的 知道了之後立刻幫他做回之後 就慢慢好回正常 所以說這些是否不道理不順 尤其他先生跟我說的時候 當時是很真實的 那把聲是真的聽到的 媽咪 掩開一扇門 還看到光 是的 簡直是實境 他不是幻想出來 他告訴我 因為他這樣轉 他還看到他太太落地 走到他的房間 你明白嗎 為何寶寶那麼快 又進入自己的房間 明明他推了那扇門 你明白我想說嗎 很害怕 很害怕 連父母也害怕 很多這些個案子 還有很多 當然 很多這些個案子 所以千萬不要做錯事 我想今時今日的人都聽到靈異節目多 都知道如何處置英靈 是的 即是有些人就是 有時不小心就不能說 不小心就不能說 還有自己有病 不能要 但是你知道不能要的時候 你還是要去處理 最好是用法法去處理 是比較最好的 有些人就有些偏方的師傅 就是教一些人去把自己的英靈 收回放在公仔裡 當古曼童敢來 供奉 我真的不敢批評別人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這樣就不是那麼好的 我也覺得 如果你讓我去說 我不是批評 不好意思 意思是他們有他們的做事方式 是 隔絲隔法 但是我們真的會叫那些人 如果有人敢跟我說 我叫他們百分百無這樣做 為什麼呢 他很可憐 你還要他 他沒有了機會去轉世為人 你也要再給他一個機會 找一些高真大德去幫他超升 這個才是一個黃道的做法 你才去對得住他 因為你已經是一個不小心 沒有了他 或者是你刻意沒有了他 千萬不要做這些事 這些是雙得的事 影響自己又影響了小朋友 我也記得有一個過往 就是我聽那個嘉賓上來分享 他說正正是一家人 媽媽是泰國人 爸爸是香港人 他們生第一胎的時候 寶寶離世了 寶寶離世了 不是乞兒的 不是乞兒的 是出生了沒有 出生了 然後病死了 於是乎他們 因為你太太是泰國人 泰國人 然後他就用 先生是香港人 香港人就找一些泰國師傅 把寶寶收到公仔裡 當是古晚童地供奉 當時的媽媽當然是很掛念的寶寶 當一個古晚童公仔 當一個親生 去養 當一個真的寶寶 去供奉他 去養他 但是當他真真正正 有一胎新的寶寶 出現的時候 出現的時候 那個古晚童呢 就做了一些好不好的事 不是 他很好 他很疼愛 這個寶寶 這個寶寶 經常拿一些玩具給他玩 好 為什麼會知道這麼清楚呢 因為上來分享的嘉賓 他是陰陽眼的 他不單是陰陽眼 他還可以跟這些人溝通 他們認識的嗎 不認識的 因為他有朋友住在那個屋苑 有一天 他說那個屋苑有很多古晚童 因為那個屋苑是有錢人的屋苑 很多做生意的人 就供奉了很多古晚童 都是養這些東西 都是養這些東西 那天他就去朋友家吃榴槤 他做婦人 吃完榴槤之後 你知道榴槤是很大的味道 他就隨即拿榴槤殼丟 丟的時候 垃圾桶附近 就是一個小休憩的地方 他經常都見到 有一群小朋友在那裡踢球 他怎樣分是人還是鬼 因為他就說那些小朋友 是穿著一隻鞋子 他就說見到有個小朋友 他擲榴槤殼的時候 就見到有個小朋友 就蹲在垃圾桶旁邊 然後他就問 其實他不理會這些東西 因為他很少跟 但他知道是靈體 知道 他就擲榴槽後 就走了 就沒有理會他 當第二次的時候 他又見到 小朋友又蹲在那裡 然後他開始忍不住 就問那小朋友 其實你為何蹲在那裡 是 他就指著垃圾桶 指著垃圾桶 旁邊 他就見到有個古曼童公仔 在那裡 然後他就問他 這個是你來的 他說是 那跟他溝通之後 就告訴他住哪一間屋 他想了很久之後 應不應該按門鐘 他就按門鐘 就跟那個太太說 他說這個公仔是否來的 這個公仔的小朋友 他說他很想念你 他想回家 很妻怨 對 然後家人當然不會理會 說他多事 於是他就怕那個古曼童公仔 被人當垃圾扔了 他就靜靜地把公仔收 因為他的屋苑很大 全部都是屋 他就收在很多樹的地方 就把公仔放在裡面 就希望那些漢奸 保安都看不到 因為你看到 他突然很害怕 屋苑有古曼童 他就收在樹林那裡 他每一次路過 就是再去探朋友的時候 都會放些糖 或者維他奶 給那個古曼童吃 即是他本身真的 那個媽媽也沒有拿回 沒有 他就這麼決絕 是啊 這個個案子 就是一個很善良的英靈 如果有些怨氣比較大 一定對父母 但我覺得不是 你還未知道後續 可能有一天他會很生氣 我告訴你8%他們有報應 但是他這個小孩是意外死的 但是不是父母 不是墮胎 只不過是生了出來之後 病死了 已經是成形了 出了一輩子 出了一輩子 只不過他們就 因為他掛著小朋友 其實也不是一個很心腸的做法 因為你首先是找師傅 將他的靈體寄居於古曼童 然後你將他遺棄 那已經不是一個很道德的做法 應該是如果不想再養古曼童的時候 是否應該請師傅去送他走 或者去擺合適的位置 或者給靈位去供奉他 而不是丟掉垃圾桶 其實是分開兩方面說的 首先這個是你自己在泰國請回來古曼 或者在香港的佛店請回來古曼 如果只是這個手續是這樣 還有剛才這個案子就不是 其實剛才那個案子就是 你本身自己的小孩過了一輩子 而是再找法師將他的零頭 雲頭放在古曼上 是兩種東西 其實如果到時你真的 有些人請了古曼去養 感覺不如意或是你才會給予人 那你最好就給予一些佛據店 或者去泰國有些廟 去幫你修修古曼 找一些真是高真大德 去幫你修容他們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 我聽聞他們本身都是有個法門 或者是會養這些古曼 控制他們 或者是聽經 他們都是出於善心的一些和尚 這些才是一個正常做法 甚至如果你不認識在泰國那些 在香港也可以找一些高真大德 把事情告訴清楚 他就把古曼的牌給大師 就由他們幫他做一個正常的超度的英靈的法事 這才是一個黃道的做法 這就徹底解決 而且你才可以將來得到 不會得到一些不好的報應 我相信養古曼童 有些人就說是功德 因為那些是遊魂夜鬼 沒有人要的寶寶 我拿他回家供奉他 養他其實是一種善事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會得到握運呢 是因為當初你的心去請古曼童回來的時候 你已經是出於一個利用他的心 因為你覺得利用古曼童帶一些錢財 或者幫你做一些事情 所以你的心已經是歪了的時候 兩種不同供奉的手法 就是原來得出來的結果是不同的 其實原理上是有對的 如果是我們佛家的立場 就是一定要幫他們做超聲 超聲,不要一直在家裡利用他 沒錯,不要說這個利用 就是當你出於一個心 因為我知道泰國很多人都是養古曼的 是真的當是一種供養 但供養你是所納 想幫自己納一些功德 但就是說,沒錯 你的出發點是好 但你是幫不到對方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得文法法能夠而幫他超聲 這個才是最終極的一個目標 對他來計算 對那個靈體來計算 才是一個最終極的目標 這個才是一個王道的做法 你去供奉他 你是出於那個善心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其實那個觀念 你說他 我覺得就不適合了 其實我們的立場是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他應該得到自己的 應該去的地方 得到他應該要去的依歸 而他再脫離軌道 也是一個很可憐的道 他也是要承受很多的 在地府不同的報應 布折或是苦難 如果我們知道有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是送去高增大德 去幫他處理 去得到超聲 而這才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一個好的做法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要這樣 尤其是香港人這麼忙 工工一下 不得閒工 那些人生氣 就搞鬼 你明白嗎 整天都聽到這些事情 甚至有人求助這些事情 我覺得大家清楚了 今天我師傅說了這件事給你們聽 你們最好是知道應該是怎樣處理 就不要再糾纏下去了 我相信古曼彤和佛牌是一樣的 有些人請佛牌回來 就發現我也沒有發達 然後就把佛牌丟掉 我覺得也不應該 也不是一種尊重 我覺得要不就交回佛具店 看看有沒有人收了 再不是就從哪裡來 就帶回到哪裡 不要亂去遺棄佛牌和古曼彤 沒錯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劉定立師傅 希望下一季再請到你上來 好 再分享你學法的時候 遇到的事情 下續吧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期待下星期再和聽眾見面 拜拜